- 嗨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這隊的話是以 整個都是物理攻擊性的 這邊我是沒有剪片 好吧 一刀未剪的意思 連續打氣場給你們看 直接打氣場最困難的 那你們看一下穩定度 我這樣實測起來其實基本上是蠻穩的 因為這個跟 這次的活動的話 雪山活動基本上是 打頭目啊 需要一次就是把Boss的HP消耗 直接算成功 它不像是上一次的 溫泉活動 即便是你打失敗一次 你還可以延續前一次 你造成的傷害 這個就是這次跟上一次活動不同的地方 那我相信各位應該都知道 那我相信說 應該還會有些人會有疑問啊 那畫面的話 我再幫你們做補充 那這邊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這隻 這隻Boss的紀念 它第一招是單獨物理攻擊 第二招是全體魔法攻擊 那再來就是它的第二招的話 會有附帶降低魔法防禦 這樣子明白我意思嗎 那再來第三招它的必殺技 全體物理攻擊 好不好 全體物理攻擊喔 附帶降低魔法攻擊物 那再來就是我這邊的話 這種的話 配了三隻三星一角 那三隻三星一角的話 算其實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算中高階了啦好不好 我們不要說低階啦 我們不要說低階啦 這樣OK嗎 我們算中高階 好 各位 邊看然後 邊看 邊聽我說明一下 我這邊這次的影片都會 就是連續測七場給你們看 連續測七場喔 一刀未檢 那我 我這邊有帶克里斯 跟梅莉莎 他技能是有機會可以賦予愛盲狀態的 那再搭配一個什麼 艾莉卡 可以提高敏捷 我覺得 在過關上的話會比較穩定 這邊會有個缺點就是 我們愛盲狀態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是無法賦予的 所以如果說 各位如果沒有像我這樣的人物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的後備啦 你的後備隊員的話可以編錄什麼奶媽 或者是其他輸出角色可以去補助傷害的 那再來這邊的話是 欸 克里斯 的必殺技是可以降低敵人的敏捷性的 可以減少敵人的攻擊次數啊 聽得懂我意思蠻好的 那再來就是說 我這邊全隊的話都是以物理攻擊類型 所以你不太需要說擔心BOSS降低魔法攻擊的招式 那再來的話這邊是 有提高敏人性提高火力 比如說你打雪仗的話有沒有 這個 這個活動的話 這個愛理卡的技能是可以小幅度的提升全隊的敏捷性 能夠增加隊伍攻擊的頻率啊 提高輸出火力 各位 這樣子我一次講太多你們吸收得了嗎 如果吸收不了沒關係 拉回去就可以了 有種東西叫什麼 叫暫停 呵呵 OK吧 那這邊的話我都是帶了兩隻的 如果你有水屬性的物理攻擊角色 當然是適合 當然是最適合攻略的 那我也帶了兩隻了 OK嗎 所以這邊一定要記得說 這次的活動啊 這次的活動是需要一次 就把BOSS的HP消盡才算成功 它真的是不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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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活動一樣 你打失敗一次之後 還可以怎樣 你可以再延續前一次的 那這邊的話 應該 大致上 簡單介紹應該就是這樣子啦 那後面的影片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已經刷了 連續刷 然後就是都沒有剪片 直接刷到底 那也順便實測一下 欸我這樣子陣容 到底是不是 到底 欸到底有沒有穩定 那基本上我測得起來之後 其實蠻穩定的 蠻穩定的啦 如果是有用內鍵外掛的話 有用手機內鍵外掛 可以穩掛 穩掛 因為你打一次的話 75 欸75張嘛 那基本上我 這樣子500多張 差不多打 打算一下 7次吧 對啊 我這影片就打7次 直接打7場給你們看 OK嗎 OK吧 各位 我覺得挺香的啦 我這樣掛起來感覺蠻香的 現在是 凌晨2點23分 那這部片做完應該差不多4點了吧 因為待會還要上個字幕啊 我看 我看 看有的影片好像很少 你要上字幕齁 因為上字幕是真的是有點 需要 費心費水 要乾一下 跟大遊戲一樣啊 打的遊戲比較簡單 那主要做這部影片的話是 給那些 想五掛 但是卻又沒辦法五掛的朋友 給你們參考看看 好不好 如果本身已經是很五掛的人了 欸嘿 那恭喜你 好不好 我也想看你的分享 呵呵 大家彼此交流一下 那如果在影片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好吧 如果說什麼需要改進的 OK嗎 那下方留言給我知道一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記了 再幫我下面按個讚 再幫我分享 幫我訂閱 可以吧各位 手指頭頂個三下就可以了 感謝你們啊 那這邊我這邊 這邊 順便講解一下好了 我順便講一下我這邊的群組好不好 目前是240個人 那 欸 會有人說 為什麼陸群位有什麼 會有 會有 要有面試 面試為什麼呢 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的群組基本上是 流動率 來講的話 其實算 比起其他群的話 其實是來的低很多 因為為什麼 我也知道 因為我本身至少有20幾個群組 好不好 不是每天都會有人在那邊 退來退去的 好不好 這個群組就不太需要 我的群組都不太需要這種 因為我們都 除了會玩這款遊戲以外 可能下一款 從零開始的世界 得意世界 我們也會一起玩 好不好 因為打手我這種東西 雖然現在出了很多明星手遊 但是 但是 你即便這款遊戲再好玩 叫你吃10次 連續吃10天的滷肉飯 你會吃膩嗎 你也會吃膩嗎 對不對 那所以有遊戲我們會一起玩 好吧 阿沒有玩也沒關係 我們也是 彼此就是 一天就聊聊天阿 加交流阿 好吧 就是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要面試的原因阿 因為 除了劉頓力低 但是 人員在數值上也會比較好一點 那 我有聽過說 可能看別的群組好了 好吧 這是我們 別的群友 我們群友分享給我 知道的 他會覺得說 欸 可能 在某某群好了 可能 可能一個小時 就什麼 什麼那個對話 聊一些五四三人 那些 一些拔蠟對話 就聊了可能 可能幾百幾折 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就是 有些人也不喜歡加群組的原因 就在這邊 OK嗎 好吧 當然是廢話可以講 當然是OK的 好不好 但是不要整天都會廢話 講一些有意義的八怪也少講 這就是我們群組 基本上在聊天的對話 基本上就是 除了討論攻略也外 好吧 我們八怪提倫上見 其實是很少說的 但如果想加我群組沒關係 想要加進來的朋友 我在資訊欄那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邊有我的ID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想做朋友 欸可以阿 但我是很歡迎的 然後也很誠摯邀請你們 來 好吧 那今天影片基本上就是 到這邊了 那如果說 我還沒有什麼補充到的 你可以 在下方 或者是 Email 好吧 IG 都可以 很多方式都可以聯絡到我 粉絲團 也可以 好吧 想找我都很好找的 那現在已經是 剛剛講完這些廢話已經 2秒27了 那我要Key的字幕又更多了 呵呵 好吧 那看來做完影片可能要凌晨4點半 4點半了各位 對 那我們群組上基本上24小時都會有活人 好嗎 就是你半夜想找人聊天還是找得到的 好 如果說你是不找的話 那以為我們又在群組 好了 好了 各位 影片就到這裡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 祝各位 樹立通關了 我們刷 這次的活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各位 掰掰 拜拜